3 2 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全球 全體社會 不好意思 全體人類社會 全體社會 全體人類社會 不好意思 阿嬤不好意思 來 兩秒 4 3 2 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全球 全體人類社會受到重大衝擊 我們每一天可以得到正確的疫情訊息 每一個人可以快速買到口罩 許多都是善用數位科技工具 來解決社會問題 台灣因此成為國際矚目的法律典範 接下來 我們還要利用數位科技工具 來讓社會不斷創新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幕後推手 他將跟我們來介紹 如何在康律下推動數位化社會創新 歡迎唐鳳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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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防疫期間的各種各樣子的 數位的社會創新 所謂的社會創新 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對大家有好處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想 創新的方法來做 所以雖然這個投影片上面是掛我的名字 但是接下來我介紹的每一項創新 都不是我想到的 這個核先續名 我先講清楚 我們在台灣在防疫的時候 給各國所重視的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方面來看 就是Fast Fair Fun 快速 公平 又有樂趣 這個快速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們比任何其他國家 都早發現到 原來疫情都要來了 公平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超前部署的情況下 有一個很明確的數據告訴我們 只要四分之三的人 拿的是到口罩 戴得上口罩 那麼這個疾病的R尺就會小於1 意思就是說 零星的社區的 就不會變成社區的傳播 只會變成單獨的感染的個案 那當然第三個是所謂的趣味 為什麼趣味很重要呢 大家只要看到說 好比像說我出來 告訴大家說 大家要戴口罩 這個你看到也許會記得 但是不會分享 如果是一隻很可愛的柴犬 也就是衛福部的總裁 然後說防疫期間 不要嚇到吃手的時候 是一個很可愛的狗狗的圖片 你看到的不但會清楚 而且還會分享 如果正確的訊息 科學的支持 分享的速度 高過這種謠言的速度的話 整個社會都會變成了解 傳染病學的原理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真正全民 都是防疫的國家隊 所以這個趣味的目的 就是要把正確的科學知識 它在網路上面的傳染力 把它提升 來戰勝什麼呢 戰勝謠言 所以快速公平趣味 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裡就是我們的這位總裁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用多國的語言 甚至包含新著名的語言 在這邊是英文的 說 Remember to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大噴嚏 大噴嚏的時候 要記得遮住口鼻 要記得在戶外 要保持兩隻柴犬的距離 在室內 就要保持三隻柴犬的距離 這個就比1.5公尺跟1公尺 要好幾一些 至少你會傳出去 然後為什麼要訂口罩呢 因為訂口罩 口罩戴上 是要防止自己不小心吃手熟 就是沒有用肥皂洗過的手 碰到自己的臉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只洗手不戴口罩 或者只戴口罩不洗手 其實兒子都沒有小於1 只有這兩個一起做的時候 對防疫才有作用 所以這隻可愛的柴犬 馬上就把這兩個重要的訊息 連結到了一起 這個就是樂趣方面的社會的創新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種創新 所謂的迷因闢謠的東西 並不是只是從總裁才開始的 總裁成然是我們衛福部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個得意之作 事實上他跟總裁 就是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 他每次需要一張新的圖的時候 就趕快因為他就住衛福部旁邊 跑回家拍個照片就好了 連付錢給圖庫都不需要 那所以最後源源不絕的梗圖 但是呢 所謂走動的長輩圖 並不是從總裁開始的 而是從我們院長開始的 蘇貞昌院長剛上任的時候 上任不久就有這樣子一個謠言 說如果你在七天之內染髮燙髮的話 竟然會不會罰一百萬之多 大家一下子群情恐慌 覺得說為什麼政府 我只是染碰頭髮了幾次 竟然要罰我的錢啊 那當然呢 這個呢 他在這個謠言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發現了 在一個小時之內 院長就推出了這張梗圖 首先還有他年輕的正面的照片 然後他說 就算我現在沒有頭髮 我也記得我以前有頭髮時候的樣子 所以我不會懲罰跟我年輕的時候 一樣有頭髮的人 底下有一張小字說 我們做的其實是要求這些染髮燙髮的 這些標示在產品上面 說你如果一週內染糖超過兩次三次的話 他很少髮 只是要求他們標明不是去發這個髮狼 或是是燙頭髮的人 但是這些都不是民營的部分 民營有趣的部分是底下這個院長 目前的正面照片 他說如果一週之內你是不是持續染糖 真的很傷頭髮 如果嚴重的話就會像我一樣 看看我現在就知道了 當然我們知道 他其實不是因為一隻染燙頭髮 現在才變這樣 他其實比較年輕的時候就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很幽默 他沒有開別人玩笑 他開自己玩笑 所以這個時候去找燙燙頭髮罰款等等 這個搜尋引擎的搜尋出來的結果上面 這張梗圖出現 十個裡面有九個是這個梗圖 當時的那個謠言已經被洗到 不知道哪裡去了 就已經不會傳播了 因為你看的這個 我剛看到有很多朋友 雖然戴了口罩 還是看得到各位眼睛在微笑 甚至有笑出聲來 其實這個就好像心靈的疫苗 你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染髮抗法 竟然要罰錢 怎麼可能呢 哈哈大笑 之後如果別人再傳一個謠言給你 然後想要調動你生氣的情緒 憤怒義憤天音的情緒 怎麼可能這不要罰錢 那好憤怒 這個調動不起來了 因為我們的腦裡面 怒怒跟樂樂 它是只有單向的一個單向道 你可以先感覺憤怒 然後再感覺說 我們共同創造 那是很快樂 但是如果你已經看了這個迷音之後 已經笑過了的話 它沒有辦法再回到憤怒那邊去 所以呢這個就是用樂趣 用來戰勝謠言的 迷音批謠的一個基本的做法 那當然在我們的疫情期間 我們同一位走動的長輩圖 就是我們的院長 又發揮了他的功力 那當時呢 是因為大家有一個謠言說 好像衛生紙的原料啊 竟然要被徵收去製造口罩了 所以很快就買不到衛生紙了 大家拼命去搶購 有所謂的衛生紙之亂 但是呢 同樣的在當天 他就推出了這樣子一個 就是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而不是我們只有一粒卡層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子的想法呢 非常容易寄 意思是你吞再多衛生紙 你也用不了那麼多 然後呢 就有一個正確的科學姿勢說 衛生紙的紙漿是南美製造的 而医用口罩的不幾乎是台灣本地的 其實這邊生產再多 兩百萬片兩千萬片 這邊也不可能有所減少 果然在那個周末過了之後 牆扣的狀況就減少了 確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吞肌真的沒有必要 那再下一次呢 所謂泡麵之亂的時候 他又拍了一個 然後呢是說 或很多盡量買 要大家盡量買泡麵 但是呢 說記得配一些青菜 這樣子營養才會平衡 然後很多縣長市長 在他底下留言 說我們有什麼農業大縣 現在是什麼菜盛產 完全變成農業加年華 然後那個泡麵之亂的 謠言 又沒有人賺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從發現謠言到澄清 我們現在每個部會 平均只要60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推出 像剛剛的那三張梗圖一樣的方法 來闢謠 所以這個呢 就是告訴我們說 在社會創新的過程裡面 本來看起來好像是民間啊 跟政府啊 好像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但是其實常常都是因為 溝通不足的關係 如果這個中間不是一個繩子 而是一個像我的辦公室 這樣子一個公共的一個空間啊 這個地方以前叫做空軍總部 戒備森嚴 而且呢還有一個高牆 有衛兵在那邊把守 看起來就是水泥牆 這樣一個地方 但是呢 後來呢 我們羅大又不是有一首歌嗎 叫做陸港小鎮嗎 他說這個家鄉的人們啊 就是他拆掉了家鄉的紅磚 去砌上水泥牆嘛 我們現在呢 反過來做 我們就是砌上了紅磚 然後拆掉了水泥牆 所以整個空軍總部旁邊的水泥牆 現在就只剩一兩個流座紀念的 它變成一座公園 就是大安森林公園 走過建國花市之後 就一個新的公園 就是我的辦公室 那兩個人大家沒事 來這邊散步 就會碰到我 因為我也是走路上下班 然後呢 碰到我之後 就可以約我的時間 跟我聊天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唯一要求的對價 不是錢 各位都已經納過稅了 是說我們聊的內容 必須要記錄起來 然後公開到網路上 這樣子新的朋友們看到這個想法之後 他才有可能把這個創新 又應用到別的地方 而這個地方的這些公共藝術 像各位看到這個很漂亮的足球場 就是喜憨兒朋友們設計的 喜憨兒這三個字 本身就是社會創新 在要叫喜憨兒之前 使用一些比較難聽的字 來形容這些唐室這樣的朋友們 但是當喜憨兒最近會發明了喜憨兒 這三個字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一看到就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而事實上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像我看到的時候 看到的很多都是文字啊 數字啊 邏輯啊的關係 但他們看到世界 即使是他們年紀已經比較大了 看起來還是好像販古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看到是破譜的幾何的這些關係 所以當他畫出他看到的世界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進入一個藝術的世界一樣 一切的創新跟創意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喜憨兒朋友不但是在烘焙方面 烤麵包方面非常有一套 他們在畫畫上面也非常有一套 使大家都可以一起來把這個空間變得更好 甚至是一些無人車 坐無人車的朋友們也會來這邊去說 這是我的無人車 我有一些開放的一些想法 大家都可以任意的來拼湊這些無人車的零件 到底怎麼樣無人車才是對社會有益 而不是對社會有害的呢 當時就在建國花市旁邊 跟一些北科大的同學們 一起做了兩三次的這種共同創作的黑客森 大家都發現說 如果你讓無人車長兩個眼睛會眨眼 可以看得懂人的情緒 而且還會按照老弱婦孺的順序 能夠讓道啊 能夠等人過馬路啊等等 顯得說他能夠遵守我們的社會規範 那這樣的話 大家都願意這種比較慢的無人車 走進我們的生活當中 而現在也已經在很多地方 開始做我們叫做沙格 就是說好像在公園裡面玩沙一樣 它那個邊界很固定 而且速度很慢 不會害到人 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慢慢來熟悉說 我們在夜間捷運已經沒有行駛之後 心裡專用到現在開始有無人車了嗎 我的這個爸媽 然後他們的爸媽等等啊 都在淡水嘛 他們那邊也開始用無人車進行接駁 其他的甚至還有像高雄的無人船等等 都是用一種比較慢速共同創造的一種概念 讓這些新興的科技能夠進入我們的社會當中 事實上我們的數位社會創新的每年的一個很盛大的活動 就是最近才剛剛頒獎一個新的年度的叫總統杯的黑客松 黑客松所謂黑客的馬拉松 黑客就是跳出框框去想事情的人 但是他跳出框框之後 有些人叫黑帽的駭客 就是只為自己圖利益去侵賴別人的利益 但是有一些是白帽的 就是他是為大家的公共的一些利益來思考 那我們總統杯黑客松的就是為公民黑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想說 我們有哪些新的技術可以跳脫原本的框架 讓大家的生活都做得更好的 我們在第一屆舉辦的時候 也就是2018年每年有五個卓越團隊 會得到總統的這個獎杯 這個獎杯很特別 它是台灣的形狀 而且有一個投影機 你只要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我們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也就是神主牌啦 如果你需要任何預算 法規、調適、人力等等 如果你的主命、你的次長、你的地方政府說 是不是我們預算有限不容易配合 你只要把投影機打開 他們就會說 我們全力在接下來一年之內 來促成你的想法 能夠實踐落地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就是加速進行社會創新 變成總統所給予的承諾 這個獎杯是沒有獎金的 它的承諾就是你的想法 會變成我們的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所謂的開門造句 你行你來嗎 所以像當時台灣自然水公司 就有提出這樣的一個困境 就是他們的這些老師傅 這些撿漏員們 其實就是帶著聽診器一樣的設備 去聽每一個水管看有沒有漏水 在基隆這個小區他們的測試區裡面 從一個地方漏水 到他被解漏員聽到 而經過平均兩個月的時間 終於已經不知道漏掉多少水了 在台灣水自然何等的寶貴 怎麼可以一直漏水漏掉呢 但是對於這些師傅來講 他整天聽的大部分都沒有漏水 所以他的工作其實有一點枯燥 有年輕人要來接替他的工作 說真的也不容易 不太有年輕人 即使他心水還不錯 願意來成天庭沒有漏水和水管 所以說他們就結合了很多年輕的團隊 甚至包含年輕的政大的研究生 我們自測會 HTC 行政院諮詢處等人 一起去做了一個機器學圖 只要這個師傅一醒來打開他的手機 就會看到一個對話機器人告訴他說 師傅啊 離你最近的三個漏水機率高達70%以上的地方 就是這三個我已經幫你聽過了 所以他的工作裡面 龍的部分就被機器所取代 但是他的工作並沒有被取代 他沒有失業啊 他的工作只有創造性的部分 就是真的去漏水的地方去看說 是因為地震嗎?斷層嗎? 什麼地層下陷嗎? 什麼原因呢? 我們怎麼樣再接一條新的水管 未來比較不會斷掉呢?等等 這個是創造性的工作嘛 年輕人也比較愛做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台灣自然水公司才有可能去吧 他們在測試的時候 基隆從兩個月平均從發聲到聽道 縮短到兩天的時間 那這個呢 本來他們的經費只夠在那個小的地方 實作 但是因為他們得到了那個獎盃嘛 一打開總統就跑出來 承諾說全台灣都要實作 所以現在不只在全台灣實作 他們甚至跑去威林頓 跑去紐西蘭 跟威林頓水公司也解決了 紐西蘭那邊的漏水跟缺水的問題 那這個呢其實在外交上非常有價值 除非人家非常相信我們 不然他們民生工業用水的這種即食資料 為什麼要提供給我們? 當然是因為相信我們是有共同價值的 民主自由人權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於外交也是非常的有幫助 當然水只是其中一個 包含空氣也有很多朋友們 自己在環境教育課程裡面 就像小時候生命科學教育課 要養殘寶寶椅 現在要學資料科學 就要養一個空氣盒子 空氣盒子就是即時去監測 PM2.5瓦等等的一種空氣裡面的指數 但是不是只有自己學校的人分享 而是它上載到中央研究院的 共用的平台上面 大家就可以一眼看到 即時的空氣品質如何 而且也可以讓這些社會部門的朋友們 來跟我們的環保署一起合作借接 他們就說你看有些缺口 缺口在哪裡呢? 原來在我們的工業區 工業區一般人 就算你是小學的老師 大概也不可能跑進去架個空氣盒子了 所以這些地方就需要我們的 縣市政府幫忙 因為裡面的路燈是他們的 所以環保署就說服他們 在路燈上面 把民間設計的空氣盒子掛上去 就可以證明哪些工業區 對於空氣污染有問題 哪些工業區 其實它根本就沒有造成空氣污染 這樣子的話也等於是 讓所有的產業界的朋友 也能夠更加自我警惕 這個是從社會部門的創新 引領工部門的創新 來要求產業部門一起創新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這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會發生 先行天我們七屆的總統 我們黑客松又頒獎了 那五個獲獎團隊之一 叫做鳳茶CirculePlus 大家可能在座 有些朋友們還記得 以前會要在很大的樹下 會放一個茶壺 任何走過的人 都可以很容易的 把他的茶壺 或者隨身的這個茶具 加滿水 那這個鳳茶的傳統 是台灣一個很獨特的文化 是表現出 就算我不認識你 但是我也想要幫你解渴 這樣子一種人情味 那當然 反高速其實是有非常多 這樣子的所謂的飲水機 或者是這種駐水店 但是其實知道的人不多 會去善用的人更少 很多年輕一輩的朋友 如果他小的時候 沒有帶水服出門的習慣 他就會覺得渴了 反正便利商店到處都是 我就進去買一杯飲料 那這個寶特瓶 當然百分之九十五有回收了 但是裡面二十瓶裡 也有一瓶沒有回收 就造成了很大的環境的負擔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養成這些朋友 他現在可能已經二十歲 可能已經三十歲了 他養成這個習慣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你立刻就要他變成 帶水服出門 他其實沒有那個動力 我們說真的 那所以要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做了講詞一個 謎音 這個謎音也是非常多人轉傳 就是不叫唐鳳 弄個茶壺叫唐鳳茶 然後再弄一個app的logo 你可以一掃描 就安裝叫做唐鳳茶 很多人就是看到這個謎音 不知道為什麼腦部就被控制了 然後就去安裝了這個app 他一打開這個app 就發現說 原來只要我們完成這個大地遊戲 好像精靈寶可夢一樣 原來我家附近 就有六七個不同的駐水站 我知道哪一個道具 就是我的水壺嗎 然後去每一個打卡 然後去在那邊發表評論 說他是冰水冷水溫水還是熱水 喝起來是不是有一點甜味 還是水質特別清澈 還是旁邊風景特別好 也可以拍照等等 那這些呢 就會把他自己幫自己的水壺 注水這個行動 變成一個社會創新的行動 因為任何在instagram這些地方 看到他打卡的人 就會發現 原來鳳茶是一件這麼酷的事情 所以他們也會去進行這樣的動作 那這樣子打卡了50次之後 你擠滿了50個金幣 你也可以兌換一些在地的地方 創成相關的一些店家 或者像我們格外農品等等的 社會企業的一些特色的飲品 或者特色的農產品 所以一方面 它幫助大家更了解在地的文化 而且二方面 當你連續50天都玩這個遊戲之後 你新的習慣就養成了 下一次口渴的時候 不但現在天氣熱的時候 你會記得補充水分 而且你也會記得說 旁邊就是有那麼多個有文實意義的 能夠奉茶的這些奉茶店 就不會再跑去便利商店買那些保特品 而且還不一定會記得回收 所以像這樣子的概念 同樣的也是社會創新 引領環保署的公務創新 然後再帶動整個產業進行產業創新 變成一個永續的循環設計 所以其實民主就是多元價值的對話 不是兩個好像公務門 民間部門要一直對決 從對決到對話 就是我們社創中心 南路399號的最主要的一個價值 其實在這邊也要跟大家講 只要你的辦理的活動 不排除讓陌生人加入 不排除讓陌生人也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扣合了我們的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空間你完全都可以使用 甚至還有跳排舞的朋友們 在我們這邊排練 那只要就是你也保持著一個開放創新 你行你來這樣子的一種精神 那我們在這邊不但有廚房 有配搬活動的地下室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空曠的空間 另外一個人都可以來這邊進行 對於公共利益的共同工作 而且碰到我的話打個招呼 隨時有什麼想問我的都可以問我 其實在這裡面我們也看到 有很多新的想法 我們的法規是跟不太上 因為我們法規制定的時候還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呢我們剛剛說社會創新帶領產業創新 但是中介它也可以帶領它的法規創新 那這個就是叫做Sandbox Sandbox就是說讓你實驗像剛剛那個無人車 實驗六個月實驗一年 在過程裡面速度要慢不能夠去撞傷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所有的資安的保護要做好 而且如果真的發生什麼開到安全島的事情的話 一定要裝什麼行車記錄器 讓大家都能夠來判斷說到底是什麼情況 它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過了六個月過了一年 整個社會覺得你這個想法不錯的話 那我們就答應去把我們的法規進行調適 來符合你的這個創新 如果過了六個月過了一年 整個社會不答應 覺得說你這個想法實在不怎麼樣 那我們就感謝你的投資人幫大家付了學費 我們下次就不這樣做了 所以簡單的來講 無論如何整個社會都是贏家 所以我們舉一個時期的例子就好 當時2015年的時候 Uber進入了台灣 一開始是跟有職業駕照的朋友們合作 但是很快在那一年的後半 他們就開始跟沒有職業駕照的朋友們合作 然後呢 還叫做共享經濟 好像你上下班途中順路去載一個人 陌生人但是收他錢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一個人好奇怪喔 他順路上下班一天二十次喔 那這樣子的話到底是不是順路呢 還是他根本就已經變成跟計程車司機一樣呢 這個就造成了社會很大的一個爭議 那這個爭議因為已經過了 Uber現在是一個合法的叫做Q計程車的一個車隊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沒什麼 但是五年前這個爭議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透過AI的方式 讓大家像這個是我看到的畫面 每個人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會看到自己的親朋好友相關的一個立場 每個人真的立場不同 但是呢在網路上面並不是立場不同的就是壞人 他是你的親朋好友 只是可能你們在晚餐的時候沒有討論過Uber的問題而已 那每個人立場不同本來也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只要確保我們共享相同的事實 大家在相同的事實基礎上面 就好比像說Uber當時主張說他是共享經濟 可是他並沒有提供共享的服務 就是他不能順路接兩三個人 這個是事實嗎 有人提出這些問題 我們就揭露這些事實 接下來我們在網路上面問大家 你覺得怎麼樣 每個人的發言都必須用我覺得三個字開頭 然後之後呢大家共同的感覺 我們大家面對面跟Uber的代表 計程車的代表等等 一起來討論出一個大家最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最好的方案就是最能夠照顧大家的感受的方案 那最後我們再把它變成法律 當然現在已經成功的入法了 所以每一次呢 就是你進入這個界面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要求私家車的駕駛 為旅客保強制責任線 你如果按同意 你的那個藍圈圈就離我近一點 你如果按反對你就離我遠一點 然後你又會看到下一則留言 你又可以贊成或者反對 每一個呢你都可以提出你的想法之後 靠到你在接近你的那個同溫層裡面 但是呢大家很快就發現說 原來大家看起來好像力強不同 但是有些基本的 納稅、納保、納管等等的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同意的 也就是說 原來我們這些彼此同意的部分 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多得多 所以每一次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種粗略的共識 變成我們創新的基礎 在不同的立場裡面 找出這些跟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價值裡面 只要有這個創新實踐 納稅、納保、納保等等這些共同的價值 現在Uber也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們也是一個合法的計程車隊 而本來的合法的計程車隊 現在也有不同的車型了 也不一定要清晃黃色 可以用紅色的車牌了 你用APP叫車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預先預定各種不同的 好比像說對輪移比較友善的車型 對小孩比較友善的車型 也不需要用現金付款 也都可以線上直接付款了 這些就是一方面帶動產業的創新 二方面這個法規也是要求這些外商 要運用我們社會能夠接受的共識 來進入我們的市場 所以這個就是社會跟企業中間 透過創新來連結的這樣一種觀念 最後呢回到疫情上面 這次的疫情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別的國家 就是好像那個繩子的拉扯裡面 它要在大家的健康跟人權與經濟發展 中間好像要做一個取捨 那你如果去封城啊怎麼樣的話 你就是好像往這邊拉一點 照顧大家的健康 但是呢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權呢 可能就要有所損失 那或者說你如果很主張人權 那主張還要開店 然後大家都不戴口罩的話呢 那目前的這個疫情的狀況 很多國家還是相當的淒慘 那所以好像看起來是一個零和的一個狀況 可是在台灣就不是如此 因為我們在中間運用永續發展目標叫做 Partnership for common goals 全球共同夥伴關係的這個理念 我們先把傳染病學的這個知識 透過每天下午兩點的帶狀節目 讓指揮官跟大家說明 大家腦裡都了解傳染病學的知識之後 自己不管用社會的環境的經濟的方法 用各種各樣的創新 確保我們的兒子空在一底下 所以我們就既不需要犧牲經濟跟人權 又可以照顧到大家的公共衛生跟健康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我們防疫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最後呢就是我的job description 我當數位政委四年前上任的時候 這是我的job description 它是用英文寫的 那所以我這邊只是中文翻譯而已 那這個呢就是我的數位 這個社會創新的一個願景 是這樣子的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the Internet of Beings When we see virtual reality Let's make it a shared reality When we see machine learning Let's make i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hen we see user experience Let's make it about human experience And whenever we hear that singularity is near Let's always remember Let's alway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謝謝大家 台灣Can't Help 恭喜 那這位社會創新 這個他們要我講一句金句啊 才能夠下台啊 所以呢這次的金句呢 在我剛剛的演講裡面 好了就是開門 不好意思你們要不要以前開一點 欸 怎樣 腳好 從這一張 從這一張 那等一下麻煩後 我五十三 Look 所以你就直接講這一張 好 OK 我就直接講這八個字了 稍等一下 進去要另外一容 來 下去準備 來 五秒 四 三 二 開門造居 你行 你來 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雖然你行 你來啦 那是不行 還是我來啦 謝謝大家 好 來 下期準備 五秒 四 三 二 開門造居 你行 你來 我是唐鳳 謝謝大家 今天科技與民主打開民建工部門的對話 唐鳳正偉利用數位科技工具 帶領我們一起進行社會創新 在這次一起期間 成效尤為顯著 當權力有感 社會創新的腳步不會停止 在數位科技不斷日行 樂意的未來 我們還沒有怕 讓社會更美好 生活更幸福 感謝唐鳳正偉的分享 我們講堂 我們下次見 好的 我們再次掌聲 我們再次用掌聲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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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投影片 那一句有回第一頁嗎 這樣來 還是要停還是要 我都可以啊 好 那團委員難得來到現場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想要跟我們團委員 靜置面對面來做溝通 有嗎 有嗎 各位 大家都很不好意思喔 來 前面 你等一下 麥克風 前面正前方 來 等一下 麥克風 對 麥克風 您坐著就可以了 您坐著就可以了 您好 在網路上 當然可能說 您會控制 腦波 那 想了解一下 這是怎麼開始的 然後實際上 您是怎麼做到的 是 好的 我控制的腦波 就是我自己的腦波 只要能夠深呼吸 或者是閉上眼睛 凝想 那就可以激發腦內的 alpha波 然後讓自己進入一個 比較沉穩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充足的睡眠也是很有幫助 那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腦頭 不可能控制別人 好 這個可以大家滿意嗎 還沒有其他的觀眾想要來問我們 唐委員的呢 那如果沒有帶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您可以嗎 OK 我們賣到我們可以 謝謝 坐著就可以了 好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台灣Centrum的部分 如果我們目前在面對這個 嚴峻的國際疫情 國際上這個疫情 真的嚴峻的情況下 台灣在透過科技方面 有什麼幫助到國際 是 謝謝 如果單純只講科技的話 當然要了解到說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社會組織的技術也是技術 所以不是只有自然科學 跟工業技術才是科技 那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口罩十一支口罩地圖 其實就是由台南的 一開始是吳章偉 後來江明宗 有很多小三角形 那個是江明宗的版本 我們二月初 他們推出這些系統 我們即時的 讓大家能夠看到之後 韓國很快在三月 就有一些很年輕的朋友 因為我透過視訊 跟他們有見過面 他們就發現 有台南的朋友的這個版本 然後說服他們的政府 運用我們已經寫好了 這個口罩地圖 所以第一個在韓國 在三月初開始運營的口罩地圖 其實就是台南的江明宗的版本 雖然他不會講韓語 然後韓國的朋友 也不會講我們這邊的語言 但他們都會講交話script 所以他們就很容易的 就變成了一個跨國的一個team 然後呢 在他們那邊也促成了 口罩十一支的推動 我想這個是很具體的 另外一個呢 也是就是在東京都 東京都的知識 有在推特上面 感謝我去改一個字 但是其實不是只有我去改而已 是G01臨時政府社群的很多夥伴 當時在幫助什麼呢 Cover Japan 就是日本的這些公民的科技的朋友們 去幫助東京都有一個一幕了然的 你知道看就知道 當時的疫情發展到什麼情況 最需要注意的是什麼等等的 而不是要自己散落各處的去尋找 那所以也是有公民的社群 然後我們這邊幫忙翻譯 那翻譯之後 可能我就是做校對 改一個字的工作了 那但是呢 確實因為東京都知識 自己等於市長本人 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很快的在整個日本 甚至包含台灣 後來都有他們的那一個 所謂的對策的dashboard的 儀表板的 它的分支的複製板 所以一時之間變成 像John Hopkins大學的那個 就是全世界的儀表板 所以多了很多比較可靠的資料來源 那個也是 跟日轉跟台灣很具體的合作 所以這兩個 大概是我自己有參加過的 當然中間還有非常非常多 其他可以分享的故事 好 還有嗎 在最後一位 我們開放最後一位就好 好 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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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韓國委員你好 我想請問 就是在我們這樣的 數位創新的時代 雖然我們北部的人 通常對於網路啦 或者是手機那些 就是一些在網路訊息 是非常迅速 大家都可以截取到很快的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但是其實在對於南部 或者是一些比較偏向地區 他們有的人 比如說長輩們 他們對於這些 其實好像比較 訊息好像沒有辦法 截取到那麼快 我想問說那對於這方面 對於南部比較友善的一些 一些創新的方式 謝謝 對 確實在當時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一個想法是說 確實當時全家不會知道 你剛去SALA買過嘛 萊爾夫也不會知道 你剛去OK買過 因為我們跟他們合作 四大超商每次都要多提喔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如果當時要做實名制 其實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是希望大家都用記名的悠遊卡 或者是用行動支付 這樣就好啦 因為記名悠遊卡跟行動支付 知道你是誰嘛 所以說如果我們當時就說 你繼續在超商買口罩 但是你只能用行動支付 或者這樣子電子支付 那你在這邊刷完之後 你到那邊刷 欸就會失敗 那其實四大超商 都已經有感應行動支付 跟記名悠遊卡的這個機器了 所以其實口罩實名制 我們本來不需要那麼忙三天 我們也許一個下午就可以把它 把它製作出來 但是那樣的困難就是說 並不是大家都有行動支付的習慣 很多的縣市 就算很多老人家 是有禁錨卡 他真的是一張記名悠遊卡 沒有錯 但是他並沒有運用他的習慣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我們後來的計算 就是大概只會有五成五到六成的朋友 能夠透過這種方式拿到口罩 那去藥局刷健保卡 雖然感覺上 因為藥局的數量 是有便利商店的一半 所以你排隊的人會變兩倍 但是任何長者都有健保卡 也知道怎麼用健保卡 而且藥師是他比較相信的夥伴 這個社區裡面 藥師告訴他說 誒口罩不洗手沒有用哦等等 他會聽嘛 那便利商店的店員當然是很亂 但是不一定是長輩那麼相信的 這樣子的一個夥伴 所以一開始是有在他的社區信任程度 最高的專業的藥師 尤其很多長輩 他可能本來就去用慢性廚房簽的這樣的系統 慢簽系統的那個體驗 跟我們口罩實名制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他心裡就會有一種安定感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一下子才能提到我剛剛說的7乘5個人 要能夠使用 所以有一個他所信任的終界者 這個非常重要 當然後來我們也推出了所謂N加1 你可以在便利商店插卡直接續購的這個活動 當時我也有特別去問我的阿嬤 就是87歲的阿嬤 她有介紹一位她的年輕朋友 就是77歲的楊奶奶 她的年輕朋友不是我的 然後這位楊奶奶呢 就是在整個社區裡面 對於要去藥局排隊 罵得最兇的一位長輩 所以所謂你行你來嘛 她這麼有意見 當然就是要請她來設計 我們新的便利商店口罩3.0的系統 我們最早的系統是 你可以用你的 好比像說郵局的金融卡去ATM 直接做完身份驗證跟付款 那就直接轉12塊錢出去 然後你就可以去櫃台 就是看到預定的口罩等等 這真的很棒也很方便 但是呢在實際體驗的時候呢 我阿嬤也好 楊奶奶也好都告訴我說 我這個流程從頭到尾 都不應該經過提款機 雖然每一個便利商店都有提款機 沒錯 但是上面都寫說 小心1653詐騙 只要輸入你的密碼 可能你的帳戶 會被轉到別人的帳戶裡面去 所以她雖然看到螢幕上 很大的字寫52 她說不定腦裡多加3個0啊 所以她就告訴我說 不行 你還是要去旁邊的那個事務級 因為她叫車什麼 知道可以用那個事務級 然後她堅持還是要到櫃台 用現金結帳 她覺得這樣才有安心的感覺 因為她好處52塊 那就是52塊 不會後面被加3個0啊 那所以就是要這些長輩們 也參與設計 我們才能夠設計出來 真正能夠讓長輩便利 與使用的 這樣子的解決方案來 那當然教育部也有像數位學伴 就是您剛剛說的 在北部一些可能 就是對網路用來顯熟的一些大學生朋友 能夠帶著在一些比較偏遠地區 她不是連不到網路 說不定網速別我們都還要快 因為比較少人分 那但是呢 她其實不太知道要連到哪些地方 那所以這個大學伴帶著小學伴 就可以讓這個小學伴知道 網路上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 哪些社群可以加入等等 這方面 數位機會中心 文件站等等 都是我們叫做寬平原權的 這個政策的一部分 希望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是不是可以會後 再跟我們堂委員來做分架 堂委員是一個 網路聲量很高的政務員 那就今天來 那我們再一次用掌聲來 謝謝我們今天堂委員中心 謝謝堂委員 謝謝堂委員 謝謝 好